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國際新聞方面當然會說特朗普 因為這場槍擊案五大疑點造假 他一定是自己扮演的 聽一聽 另外也會說海特王輝 還有其他世界大使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當然特朗普這個新聞 也算是重中之重 全球關注 連中方也發聲 成為微博熱手 很多網民熱烈討論等等 其實種種的事件 由他發生到這一刻 大家都還議論紛紛 當中會涉及一種看法 就是是不是根本自編自道自軟 要拆流量 贈流量 內地選民也有種說 不是內地選民 內地網民也說 厲害了 天助你也了 特朗普 你真是走远走到腳趾尾了 這樣 更加有人拿回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就說 每日擁有槍 相差 導致兩個人有不同的結果 兩年前 有人說 兩人不同的結局 又是二十二年七月 安倍晉三 在內糧市演講的時候 遇食身亡 中年六十七歲 也說特朗普又是在七月 總是有些嚴重的事 特朗普這次 就是乱一招 感覺上 都很誇張 當然 有人說 兩個人不同的結局 因為日本那邊比較嚴格 犯罪率在用槍方面比較低 另外 一件事就是 特朗普 你看得到 你經驗豐富 聽到槍聲立即趴下 利用港台做掩護 成功逃過死劫 當然 有人說 不同 當然 現在在網上也好 很多人都會聯想到 究竟是否苦肉計呢 苦肉計 是不是 黃蓋 嘩 嘩 真是仗打 那時候就打了 打到屁股開花 現在不是 用子彈 讓子彈飛一回 喂 當然 有人說 凡事皆可能 其實 真的有可能 為什麼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特朗普這宗槍擊案當中 有什麼造假而怎樣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 第一件事 如果大家記得 事發影片 當時有 嘩 特朗普 然後 立即縮下 對嗎 一縮下 然後 轉過頭又站起來 嘩 嘩 就像戰士一樣 有人就覺得 嗯 有沒有這麼巧合 這麼厲害 根本是否合好稿呢 當然我們也要看看 究竟 槍手已經確定了 20歲的男子 當然 特朗普後來發了一個熱電郵給支持者 非常簡單 但具挑釁的 就說 這是來自特朗普的消息 我不會投降的 嘩 好了 五大疑點之前 五大疑點是些什麼呢 第一件事 你看一下鏡頭 有人就覺得 嘩 挺靈敏的 特朗普 滑身手紋 不選你選誰呢 就是說 拜登的話 會不會愚蠢蠢站在那裡 當然 沒有辦法去估計 但是 第一件事 從鏡頭上 感覺 在這個槍擊事件當中 好像是 叫做 擺 擺定了鏡頭 設定了位置 嘩 又會這麼好的 特朗普遇襲 那個位置上面 右邊 就是耳朵 那個鏡頭 剛剛那一下 就拍到特朗普左邊 其實那顆子彈有沒有打中 是不是 可能根本上都沒有打中特朗普的 這件事 人們就覺得 基本上已經做好表演了 就位置 有了角度 基本上好像 嘩 你拍戲都拍不到出來的 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第一疑點 第二疑點就是說 當釋出了那些片段之後 你會發現是全方位 就像我這個片頭一樣 然後看到一些特勤人員 甚至乎馬上送人上車 又是抓了一些人上去 救了一些雙子 這個十字車等等 嘩 全方位都有片 嘩 基本上多角度 零死角 你想想 如果是一個 實實在在的槍擊事件 恐怖襲擊的時候 會不會這麼鎮靜呢 會不會這麼簡單呢 就是 哇 這麼清晰讓你看到 所以 你說這個會不會是2.2 好 2.3 當然 這位20歲的兇手 已經是自殺 警方找到他的遺體 有人就覺得 這個人是死事 死事 造假 死事 我覺得 反而這個說服力很弱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說服力很弱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要找一個年輕人呢 之前說到美國吸毒的人很厲害 有些重犯那些 你就抓他 把他拿出來 要你做死事 為什麼要找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呢 二十歲的年輕人呢 所以我覺得他的力度不夠 另外 有人覺得 在這個Twitter上 極速有片 所以覺得 基本上是配合 一出現了 這件事 立即 不知道媒體也好 打手也好 黑粉也好 什麼都好 全部都上了 上去社交網站 哇 立即炒得多熱 是吧 要脱尿 除了要脱褲 他一開槍就轉過頭偷偷片 根本就是假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無大礙 其實有一種看法 你說如果五大造假 這些都不夠力 我的看法 如果他要造假 就是這樣 他怎麼造假呢 砰砰砰 開槍 然後立即趴下 立即縮下 然後特勤人員 立即衝上去圍著他 在那時候 弄一包血漿 擠在那些耳朵上 好了 起床了 OK 好了 特朗普 搞定 然後一起床 你看他流血 這樣就流蚊瓣 然後大叫 你還看他 其實 如果真的選了 他還可以 這麼hyper 其實都 都真是 幾位是假的 當然 你說這個五大疑點 他算不算是造假呢 現在那種陰謀論 到處都是 有人說 嘩 當然 在網上 就覺得 真是不可思議 覺得特朗普中槍 完全是演出來 好了 連開幾槍 都是打中右耳 基本上沒有可能 好了 這種說法 在網上 所謂的陰謀論 都已經很快就被人 刪除了 當然 你可以 未必認同 這個是 疑似造假的 但是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他造假 首先 首先 我記得我 昨天報 對 昨天報 特朗普的時候 他 當時的說法 我都說 你不會是一支手槍 對吧 後來發現 是一支AR的半自動部槍 不知道是不是J擊槍 我也不知道 可能都要再去 天天核實一下 究竟他知道什麼槍 我說 如果你用追擊槍去追 特朗普 其實你說幾百米外的範圍 你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的 其實你現在 現今的軍事科技 你隨便拿一支槍 你說氣槍 氣槍 你現在有些比較精準的 那些 十米氣步槍 有沒有聽過 奧運 人家那些 都可以在十米裡面 叫做完整打中的紅心 那顆氣槍而已 就是氣步槍 如果你換成為子彈的話 那個追擊步槍的子彈 其實理論上 如果看之前那些誇張的 真實 什麼美國海軍陸戰隊 海炮突擊隊 說幾公里外 就已經殺死一個人 幾公里外 那你區區 那百多二百米 如果你用追擊槍 你也打不中 特朗普說 其實你也應該 要是鬥雞 要是近視 那當然 我這個不能夠排除可能性 但是我之後再看報章 就說 原來這位行兇者是二十歲 那我就會想這兩件事 為什麼打不中 報章呢 他就說 一個習慣 令特朗普能夠打個子彈 哇 老闆說得像Majors一樣 哇 閃啊 閃啊 是否真的閃呢 究竟為什麼特朗普可以 叫做 縮低呢 又或者 這麼幸運呢 更加有人拍到 粒子彈 剛剛好飛過特朗普 頭的後方 真的 嘶 這樣 其實 有人說 原來特朗普有一個習慣 這個可能就是這個習慣救了他一命 如果你看看特朗普演講 他說 你留意他 他說話的時候 他永遠會打側身 或者他把身體打側身 人正面就非常大 面積 你臉大一點 被人射中的範圍也容易一點 但是當你集覺的時候 他隨時在他射擊點 到看到特朗普的時候 可能成為一條直線而已 換句話說 剛剛他打側身 他遇到很敏的 或者剛剛打偏少少的 然後就 他一轉臉 哇 就避了這麼厲害 這個我不知是否 但是 另外一件事 我估計得到 特朗普 他這次被二十多歲 二十歲的疑兇 叫做射 我就明白了 我就覺得 他不中 也有些道理 為何用一些道理 他這樣說給你聽 聽著 你想想 一個二十歲的人 行食特朗普 做壞事 殺人 很恐怖 殺人 對吧 你拿刀 襲擊人 都手震 何況 說到這個 叫做 殺 殺前總統 這位人士 拿著一把AR-15 AR-15 也不是特別強勁的槍 如果你是民用版 更加半自動發射 半單飛 應該沒有三年發射吧 AR-15 單飛 砰砰砰砰 好了 其實 他這些 不是SINGLE BALL ACTION 我之前猜過是否SINGLE BALL ACTION 即是 砰清探插 然後入彈 即是那種 砰砰砰砰 就算是一支AR-15 即是M-4 AK-47 類似的自動步槍 由於是民用版 半自動 換一支 配數鏡上去 基本上你都能看到特朗普 那 由於他這位20歲的航空者 真的 你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就行食到 怕 手震 那 打片 這是其一 其二 究竟他有沒有調過那支槍 鏡 又要計算風向 即是大家看 現代軍事戰爭片的神槍手 用手指舔一舔 然後舉起上天 這個風向東 風向哪邊 然後風速多少 我說你去教鏡 那時候我們看飛虎對片 那些 你追擊手 旁邊 有一個 然後 幾顆馬 幾顆馬 然後他們 心裡要 十字格裡 其實有很多格 告訴你 那個彈道 是怎樣射過去的 沒有的 根本就是沒有經驗 看到沒有經驗 所以 我一到二十歲 應該不是專業的殺手 也不是受過什麼訓練的人士 即是特朗普 你說自編自造自演 我去到這個位置 你想想 耳朵 耳朵和你的額頭有多貼 其實如果打尾 一cm 隨便會頭穿過去 是不是 你一個這樣 要自編自造自演 你說要做這些 所謂的 做戲給你看的時候 會不會教得這麼問 你老闆你說 你會不會打自己的頭隔離 你真是 如果大風一點 那顆子彈偏手一點 就 玩完了 所以 我就覺得 原來自編自造自演 有人就覺得這樣 我自己就覺得 根本就 唉 浪費了 後來拜登也出了聲 俄羅斯也出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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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件事件 老闆社就報道了 赫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向記者說 拜登政府為首的民主黨人 一直用各種方式企圖消滅 特朗普候選人資格 包括法律戰 檢察官指控等等 佩斯科夫強調 對於局外人來說 很容易看到特朗普的性命 遭到危險 普京沒有計劃 因為行食事件 打算打給特朗普 當然 這是你們的事 免得理會 另外 也提到特朗普 預食後 發表聲明 呼籲團結 保持堅定的信念 反抗的精神 哇 他真是好做 好做 怎會不好做呢 走出來 然後又告訴大家 我們不可以因為這樣 而痛恨我們的敵人 即是那些政見的敵人 哇 你馬上連大愛和和平 真是領著 厲害 其實 去到這個為止 有人覺得他根本是做戲 依然可能是深信做戲 其實你想想一下 他的勢頭這麼厲害 他用不著做戲給大家看 有什麼選票 不會因為他現在這樣 可能有一個很差的百分比 然後突然贏 其實他正在贏 我也說他正在贏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給自己呢 其實還有一些事情 他可以提高自己的勝算 就是他現在被落控指控的 那麼多的罪名 國會山中事件 或者之後還有很多後續事件 只要他被判入獄 坐牢 他根本已經可以 拿出來說 其實特朗普不需要沒有這個風險 我自己覺得 特朗普自己發表聲明 堅定信念 反抗精神 保持團結 但是其實 到了這個位置 我看到一些媒體就說 特朗普滿面鮮血 鎮臂一敷 已成為2024 選戰經典畫面 我相信這件事也入歷史 他一定入歷史 對吧 有人說 這張照片很厲害 特朗普那張照片 鎮臂高呼 中槍後 滿面鮮血 右邊 特勤人員包圍著他 剛剛好 在底影上去 嘩 你那些攝影師 多懂得拿位 舉手 右手舉起的時候 剛剛在特朗普 左上方 飄著美國旗 嘩 你代表整件事 美國人精神 特朗普 遇到這些事件 仍然 壓立不了 你選哪一個 一個 一個 經常說錯的 老頂的 Roar 行路打到椅子 不用開槍 他自己放下 和這位 你看 第三槍又馬上伏下 現在就馬上站下 多快彈起來 還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鼻彎 不選他 他正在赢了 所以你这件事就没办法了 你问我特朗普一定会弹开 本身已经有灾难级的辩护了 再加上现在这些事件 其实他自己可以回到新泽西 自己下机就说会去共和党代表大会 其实也没完美了 他这些开大会怎么打射随棍上 更加现在就说FBI前特工质疑 保安太疏忽了 共和党将会召见 传召特勤局长 有没有搞错? 畢竟这个是美国前总统 大娜娜在他们的宣传造势大会上被人打死 真是难辞其咎 而且很肉酸 这是国耻 所以很多人都出声 说得有很多有钱人 好像阿玛伊朗马斯都出声 有没有搞错?这样也可以 现在每个人都在抽水 甚至是抽尽他 美国史上也有四位总统被杀 现在特朗普算是一位 林肯 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德 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 以及第三十五任总统金莱迪 也是金莱迪 暂时美国史上最后一位被暗杀的总统 列根那次行食失败 已经是1981年了 到现在 看到2024年又发生了一旦 所以你说今年2024年 是不是真的很多事? 当然很多事了 说完特朗普之后 我们也说说凯特 那凯特又出来了 那究竟他的癌症是否更好呢? 因为他说预告会延伸温布顿班蓝丹錦标 他应该去看欧国杯 神经病 不要紧 周围飞人说 周围去什么 难道当然去温布顿看 打网球没那么激动 就是查理斯说 一会又要踢十二 那怎么办 凯特王妃 原来他很喜欢看网球 今年还癌之后 没有见他身影 狠身顿功就确定了 凯特就出席了 南丹决赛 做颁奖嘉宾 可能身体状况更好 慢慢地对外界减少疑虑 但是现在你问我 不好意思凯特 你出来也没用 你不教特朗普很厉害 特朗普很厉害 现在很猛烈 真是 真是没办法搞 那个枪手的爸爸 我看到他回应 他说什么 但是说这个20岁的儿子 都是支持共和党 可能他支持共和党 不代表我撑特朗普的 这个也不奇怪 另外再说说其他新闻 在英国布里斯托 就发生怀疑瑞斯案件 哇 在泰国有一宗 现在英国有一宗 这样的事 警方拘捕了34岁的男子 英国警方日前拘捕了这位男子 就指出他和较早前一宗 在英格兰西部城市布里斯托 发生的两个行李 怀疑藏有人体残骸案件有关 根据路透社天空新闻的综合报道 伦敦警方表示 这个男子清晨在布里斯托 一个火车站被捕 之后就转移到伦敦文华 这样 因为他为什么会被人知道呢 因为有个男子发现到他 认识可疑 攜带行李箱更疑似有血迹 和其他民众糾缠之后 就把行李箱扔掉了 真是恐怖 光天化之下 真是混残骸走 恐怖 另外波兰空军彩牌 就出现了严重凶难 教练机最堕地 拉出一条火龙 爆炸 真是触目惊心 对 有没有事呢 就... 说到说 这些弹不切 这些不是天机 堕地之后 当然走不切 最后就发现了离世 有很多同僚都感到悲伤 比如说有杀手的积号 真是恐怖 另外尼亚里亚 出现了学校摊塔事件 导致22死132人受伤 有学生指出 刚刚进入课室不够五分钟 哇!他就倒下来了 真可憐 真是... 另外也说 现在菲律宾 成为绑架之国 哇! 钱权勾结 形成黑色产热链 菲律宾都是没有什么好人的 有人说 因为马里那些事件 对菲律宾都不太好 再加上近期 可能他跟中方 南海方面 人内交 那些冲突事件 更加对他没有好感 加上有人在内地 华人 美籍华人 在菲律宾被绑架 这件事更加引起大家关注 为什么菲律宾成为绑架之国呢 当然看到《环球时报》说出 原来当地用钱权勾结 形成黑色产热链 对于非法博彩产热被打击 所以现在就开始绑人了 哇!真是恐怖了 所以大家出入这些菲律宾 真的要小心 最后说一下 加拿大东北部森林大火 说到现在很厉害了 每分钟蔓延50米 哇!整个东北部都烧光了 真是夸张 现在当局宣布疏散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部分地区的居民 更加因为医院紧急关闭 现在就说向东输散500多公里 因为火势是非常快的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其他东西 拜拜!